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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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下午好 下午好 歡迎收看 黃金年華之鬥哥敬益 樂靈有懷力 今天現場來了非常多的觀眾 謝謝 首先我們要歡迎來自 飛越活躍樂靈中心 萬國譜的朋友 歡迎你們 歡迎 還有要歡迎的是 來自於聖路加樂靈關懷 黃金年華中心 以及聖路加樂靈關懷 益勝東中心的朋友們 歡迎你們 還有 防角石活躍樂靈中心的朋友 也歡迎你們 歡迎歡迎 那麼上週我們結束了 第四回合的團戰 對 淘汰了九位學員 那麼 並保送了三位學員 直接進入半決賽 是 那淘汰賽呢 我們是有十二位學員 那其中呢 有七位學員 他們能夠進入我們的半決賽 另外有五位學員 就會被淘汰了 他們將在這場比賽中呢 將以音樂無國界為主題 也就是翻譯歌曲來一較高下 是 那這個比賽呢 可以說是越來越精彩 當然也就越來越殘酷 那現在呢 就讓我們起來歡迎 和他們一起 並肩作戰的四位導師 歡迎他們 首先歡迎的是千方百計隊的 方中華導師 夏日之聲隊的夏慧導師 傑出非凡隊的林俊傑導師 婉轉優洋隊的廖婉婷導師 還有三位非常細心的評審 好 首先呢 我們來歡迎的是 本地資深歌唱導師 李明光 創作歌手兼歌唱導師 鄭夏慧 本地著名的歌手 孫文涵 好 這個大決賽的腳步呢 可以說是越來越近了 那我們為大決賽的參賽者 又準備了一些什麼樣好的獎金獎品呢 來 讓我們一起來看一看 價值一千兩百元的水晶獎杯一座 價值六百元的餐券 季軍可獲得現金獎六百元 價值一千四百元的高級卡拉OK音響系統 價值兩千六百元的水晶獎杯一座 價值三百元的餐券 優勝獎各可獲得現金獎三百元 價值八百元的高級麥克風系統 價值一千兩百元的水晶獎杯一座 價值兩百元的餐券 所以原來要謝謝 Dohin Trading and KTV Studio 來贊助我們的獎品 也要感謝陳福濟贊助的參選 除了大決賽的參賽者之外 那麼剩餘的十九位參賽者 都能獲得價值八十八元的參選 是的 當然學員們還必須要通過我們 淘汰賽的一個考驗才行的 才能夠爭取到進入半決賽的機會 沒錯 那麼首先要登場的就是 傑出非凡隊的李壽海海爺 是 他要給我們帶來的是一首日本翻譯歌曲 韓語曲 來回憶一段他年輕時候的一個 傷心的感情經歷 謝謝 曲名聲 我看著風情的 吹過了一颯的風 帶來著茫茫的寒雨 雨從地上上是一片翠綠 是怕是穿越春遊去 雨呀雨 你不要阻擋了她的來思路 來思路 我朝朝暮暮 她望著有情侶 吹過了一颯的風 一颯的風 帶來著茫茫的寒雨 雨中的山上是一片翠綠 是怕是穿越春遊去 雨呀雨 你不要阻擋了她的來思路 來思路 我朝朝暮暮 盼望著有情侶 海爺 海爺 你好 別來無恙 很好 看到兩位主持人 我特別開心 這首歌有什麼往事 可以跟我們分享的嗎 好多年前 我本人出差到中國去 遇到一個美媚 馬上就遇到美媚了 你看 沒有一段時間 那年正好是秋天 我約她了 結果下著寒雨 擔著一把雨傘 在雨中等了她住一兩個小時 哇 好深情 結果怎麼樣 失業了 因為是下大雨 所以到現在 我還是有點遺憾 沒事 以後下大雨 你就打給小英好了 她一定會來 好了 那接下來我們還是來看一看 我們的三位評判嘉賓 覺得今天海爺的演唱 唱得如何好不好 海爺如果你在唱這首歌的時候 可以在副歌的部分 那個雨啊雨那邊 你可以加一點點的哭腔 因為想想 在雨中淋雨淋了兩個小時 對不對 你把那個感覺放進去 就會很好聽 會讓你聽的時候 會覺得很痛心的感覺 老師說的對 應該哭腔 我下一次如果唱這首歌的話 唱得會更好 你的聲音很渾厚 很有那個power 但是你的拍子 要稍微多注意一點點 因為從近拍到你的結尾的時候 不是有點慢 就是有點搶 拍子上面感覺上那種好像拖了進去 其實在於她的換氣點 她換氣的時候有時候真的會偏慢一點點 所以她不是慢唱 所以我們在練習的時候呢 還是選擇讓她把尾音做得比較完整 讓她自然的換氣 就算是沒有在那個點上面唱進去 我們也保留了她那個情緒的飽和度 在這個節奏方面可能要慢慢的再加強 但是不要給自己壓力 最重要就是你來唱歌是因為你開心 要記得這一點好不好 繼續加油 謝謝海爺 謝謝老師 謝謝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請菲璇導師 婉婷老師來點評 一如既往的 你的咬字非常的清楚 我是很喜歡的 希望你能夠繼續的加油 進入下一圈 好 謝謝 海爺 那我們來聽聽看你的導師 怎麼說好不好 來J老師 謝謝 這首歌是你自己很有感覺 然後自己熟悉的歌 所以我們在處理這首歌的話 我就跟你說了 你在台上帥到觀眾會給你掌聲為止 如果有機會在黃金舞台上面 再唱歌幾次的話 一定要保持這樣的那個狀態 好不好 謝謝老師 加油 謝謝 兵哥啊 接下來要出場這位男同學呢 他同樣的要帶來一首歌曲 來訴說呢 有關於感情的辛酸苦辣 我覺得這一季的男學們呢 感情史啊 都跟我一樣相當豐富 是嗎 看來真的是 英雄難過美人觀 是 好那接下來呢 就讓我們來一起去聽聽李勇京給我們帶來這首歌曲 讓我歡喜 讓我憂 愛到盡頭 覆碎男生 愛悠悠悠悠悠 為何要到無法挽留 才又想起你的溫柔 給我關懷 為我解憂 為我拼天需多醜 在深夜無盡當頭 獨自淚流 獨自忍受 多想說聲我真的愛你 多想說聲對不起你 你哭著說情願已經難再去 難再去 難再去 就請你給我多一點點時間 再多一點點問候 不要一切都帶走 就請你給我多一點點空間 再多一點點溫柔 不要讓我如此難受 你這樣一個女人 讓我歡喜讓我悠 讓我甘心為了你付出我所有 愛到心頭不遂難受 愛悠悠恨悠悠 為何要到無法挽留 才又想起你的溫柔 給我關懷為我解憂 為我平天睡多醜 在深夜無盡等候 在深夜無盡等候 獨自淚流 獨自忍受 多想說聲我真的愛你 多想說聲對不起你 你哭著說情願已經難再去 難再去 難再去 就請你給我多一點點時間 再多一點點問候 不要一切都帶走 就請你給我多一點點空間 再多一點點溫柔 不要讓我如此難受 不要讓我如此難受 不要讓我多一點點時間 再多一點點問候 不要一切都帶走 就請你給我多一點點空間 再多一點點溫柔 不要讓我如此難受 你這樣一個女人 讓我歡喜讓我有 讓我感性為了你付出我 讓我所有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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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個李永君啊 非常愛唱歌 是的很愛唱歌 是的 我看你即使沒有比賽 也是每一次沒有缺席來當觀眾 我的出蓄力 是95% 現場 我在實習 我要怎麼樣的 聽出歌手的事物 還有哪裡他們的缺點 然後 無形中也會提升 我們的這個歌唱的技術 是 所以你覺得你自己的歌唱水平有提高嗎 有 那他今天發揮的如何呢 我們就來聽聽看 我們的評判老師們怎麼說 剛剛開始的第一段 就是前面那個矮刀盡頭 你有一點點 有一點瑕疵了 海到盡頭 浮水難生 愛悠悠 很悠悠 第二段 你穿上去好像 你誤了 觸插錯的那一段 你改過來了 加油加油 謝謝老師 好 勇金 在結尾的時候 付出我所有那邊 如果你用那個講話的方式 付出我 這樣短短 所有 這樣的話可能更加會感動人 就是你的層次會更加明顯 如果是說 如果是說以講話的方式來唱的話 我最後那兩個字 所有 就不能夠接得很順 剛剛開始的時候 還沒有轉身之前 你站在台上 其實你的這個腳 他有試著要打拍子 但是你的腳 又要打 又不要打 可能拍子 我們先算一下 到底是幾個拍 然後才進隔 這樣子可能會更準一點 那轉身之後的勇金 他完全就是 就是進入了這個歌曲的狀態 很有這個感情的演唱方式 謝謝老師 記得那個拍子的東西 好不好 謝謝 勇金 你的感情的表達 跟那個聲音的起伏 都在你的歌詞的內容裡面 所以整體上 我還是有一點被你感動了 謝謝老師 勇金啊 我們比較希望看到 你發自內心的那個感情 把你的心打開 給人家看一下 你這個李勇金裡面的那個 讓我歡喜讓我悠 到底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覺得你今天是 其實有一點一滴 慢慢慢慢的做到的 其實我前面是要 細數 細數我的內心的感情 到後來我發現到 哇 越來越 他的激動 好 希望呢 你後面的半段 有打動我們評判老師 讓你拿高分好不好 好的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下一位上場的歌手 人氣非常高 你看看現場 這些歡呼聲 你就知道了 來 給我們聽一下 沒錯 他不僅是外型相當的帥氣 而且呢 他也是非常的柔情 真的是看為是 屍奶殺手 你看個個都是屍奶 在為他瘋狂喊叫 那麼接下來他帶來這首歌呢 是翻譯至日本歌手 《敬騰真宴》的 那麼歡迎楊峰帶來這首 《風中的承諾》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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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还是空 曾经在雨中对我说 今生今世享受 曾经在风中对我说 永远不离开我 多少缠绵缘之沉的梦 多少爱恨刻画的镜头 为何一切到了终究还是空 曾经在雨中对我说 今生今世享受 曾经在风中对我说 永远不离开我 多少缠绵缘之沉的梦 多少爱恨刻画的镜头 为何一切到了终究还是空 我觉得杨风选这首歌是非常聪明的 因为这歌买好发挥的 很适合拿来比赛 不过听说你原本不是选这首歌 是的 因为老师觉得我应该唱一些快歌 因为我觉得在这场 大家应该会唱那首走心的歌 所以我就觉得拼一下 就是说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下一轮我就唱一些快歌 所以你觉得这一场是非常关键 因为没唱好就会被淘汰 是不是 是的 好 来文海老师 我听到你有放很多的一些语气的声音在里面 但是你要记得走心的时候 我们就多一点点的语气 少一点点的动作 你不能够在换气的时候突然间 迷惑的心 就不要 轻轻地换一下气就好了 好不好 加油 谢谢老师 杨风 在唱歌的时候 你的嘴巴没有开到那个位置 原始在我的时候 所以变成整首歌 有点太平了一点 因为我在彩排的时候 我的那个欧好像比较唱得很响很亮 所以我就在现场的时候 就无形中收得太多了 口型的坚持保护法 它还没有完全做主 它在拉 比如说拉六拍来讲的话 它只可能拉了四拍 剩下的两拍就松掉 一松掉它就位置就错误了 然后那个空间就不见 我是觉得你那个肢体员可以再收一下 有时候那个左手 这样会放在这边 然后你肩膀这边就收起来了 其实对你来唱歌来讲 你这边的这些肌肉一收紧 你唱起来会有点辛苦的 好的老师 杨风 我觉得你的声音 其实你很有感情 你很会演戏 很喜欢用心去唱歌 不过你还是要将 你的嘴型跟你的气力 联合在一起 融会贯通天马行空 加油 谢谢老师 好 我们的夏慧老师 OK 杨风 其实你今天真的是进步了 比平常的练习跟表现 我都非常的 非常的被你的那个声音感情给抽痛了 祝祝加油啊 谢谢老师 接下来这位学员带来的歌曲 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 是 因为呢 这个日本歌曲被翻译成为 台湾长寿剧 一难忘的主题曲 那现在呢 就让我们来欢迎郑金城 给我们带来这首歌曲 夜空 忘了吧 再想太阳有什么用 爱不是烦恼对着 爱不是有始无终 来重重 没想到去也重重 昨夜梦 却见你寒情笑容 啊 满藏夜空 心也无终 夜空之下只有我在回想着往事如云烟 忘了吧 还是把希望拖夜空 忘了吧 再想太阳有什么用 爱不是烦恨 爱不是烦恼多一种 爱不是有始无终 爱不是有始无终 来重重 没想到去也重重 昨夜梦 昨夜梦 却见你寒情笑容 我提声 异常夜空 心也无终 夜空之下只有我在回想着往事如云烟 忘了吧 还是吧希望多野空 啊 漫长野空 心也无中 野空之下只有我再回想这往事如云烟 忘了吧 还是吧希望多野空 刚才看金城在演唱 我的感觉你很想跳舞的样子 好像很想跳起来 很享受啊 可以感觉到你非常享受这个舞台 而且非常喜欢这首歌 对不对 所以你感觉上就非常的轻松 这些肢体语言都是你自己设计的吧 对啊 也是有朋友帮忙 那就看看我们的评判老师 对于你今天这个淘汰赛的歌曲 欣不欣赏好不好 我很享受你的表演 从你的歌曲到你的肢体语言都配搭得很好 整个表演都很流畅 到现在为止你应该算是唱得最好的一个目前了 恭喜你 谢谢你 加油 你唱到我很想冲上去抢你的那个照片上来 金城 哇 谢谢老师 真的 我跟你讲 我在享受 完全就陷入你的歌曲里面了 你坐在沙发上 你的这个肢体语言对了 你的表情对了 很man 很有男人的味道 上来了之后走到麦克风前面 你开始有一点点动作 但是不多 我们叫恰当好处 然后金哥的时候 你又唱得很好 又有爆发力 今天的京城 应该就是 如果有机会了 我们下一圈见 谢谢老师 加油 我觉得这首歌 适合我 一适合我 那么我就可以容易发挥 然后节奏感 全部都来了 唯一的小瑕疵 我发现到其实是那个 麦以后没有对准嘴巴 可是因为他嘴型全部对 所以他的声音出来的时候 是很亮很好听的 第二段 金哥的时候 那个 那边如果麦 对准嘴巴 那边的效果会更好 还不是有十五种 精神各方面都不错 只是说有一点是 希望你的那个抖音 颤音稍微规律化一点 如果没有用气称号 然后给他 不要太快抖太多的话 他就不会影响到 你现在音色的美 只有这一点就可以了 谢谢老师 我们常常说 都要我们唱歌 都要选对歌 其实在冥冥中 其实一首歌 他在找他的主人 这首歌他找到你了 所以你是这首歌的Superstar 今天是最好的 谢谢老师 哇 老师就说这么几句话 很肯定你的演唱 有没有感觉自己有可能是今天的最高分 希望 希望 好 那我们祝你能够实现这个愿望 谢谢 好 谢谢你 谢谢 好 下面这位要出场的学员呢 他可以说是千方百计的一名猛将 而且他要唱的歌不简单哦 是翻译自威尔士歌手Tom Jones的歌曲 好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陈孔泰哥 我们带来这首歌曲 恨火 我为你 我为你 留下了多少的青梅 我知道 我知道 不应该 我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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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已经 变形 我这样 此此地 爱你 成你 真没道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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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 你 很 很 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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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为什么我不能克制自己 偏偏的偏偏的日夜在想念着你 想起你想念你过了那光丽的甜蜜 心酸泪一直都滴落在我心坎里 我多么爱你 没人心你既然狠心地离我而去 我我我我我爱你 恨恨恨我恨你 你舍帮对我无情又无义 我恨你我恨你我也恨我自己 你已经变形 我这样实实地爱着你真没道理 我我我我我爱你 恨恨恨我恨你 为什么我不能克制自己 偏偏的偏偏的日夜在想念着你 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能把你忘记 恨恨我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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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恨恨我恨我恨你 恨恨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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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恨你 哇 这首非常大气的一首听语翻译歌曲 你们说孔太唱得好不好 好 从刚刚他唱完的那个掌声呢 感觉上呢就是相当相当不错 这首歌练了多久啊 差不多一个月吧 每天练 每天练 那刚才评判有说 上一个歌手是唱得最好的 对 那不晓得这个有没有 是不是 更胜于他 希望 我们来听听看 好 请我们的三位评判嘉宾 我觉得在歌曲里面的释放度 它是有的 那个力度也有了 整个舞台的整体表现 你在开始耶 一声了之后 你真的放出来了 那个整个情绪更到位了 最后是要问 眼镜是跟老师一起买的 是吗 整身都是我的 整身都是你的 他有一点点这个方老师附身 所以动作一出去之后 信心就来了 所以就跟老师好好的学习了 加油 加油 龚泰 你如果要把这首歌唱到满分的话 要设计一下 每次唱到同样那一句 那边 你可以设置不同的语气 每一段重复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个轻重再跟重的感觉 这样的话就更加好听了 原本是前面设计是半楼一点 然后后面的叫高看 就是我没有去演示的太完美 当你出场的时候我就 哇 这个人挺霸气的 有一点像那个西班牙那个斗牛式 那你插了一样东西 那块布没有带来 我本来给他一个披风的 他不要拿 拿块布带来就接近满了 本来给他一个披风 他就是跟着那个披风 轻重轻重 他已经练好了 彩排的时候 他忽然间说他不要 整个演出 无论是听觉也好 视觉也好 都有一定的水准 基哥 谢谢 加油 孔太 我觉得这首歌里面 它有一些大调转小调 小调转大调的这些地方 它会稍微的 再影响你那个音准上面的一些掌控 所以如果你对那个音乐 再敏感一点点 整首歌曲的表演 它就会更完美了 好不好 加油 孔太要谢谢俊杰老师 因为当你第一天出现的时候 他就说 这个的声音 要唱很恨火 这首歌也是选对人 就是一定要他唱的 要谢谢他 真的 谢谢 所以其实我说这首歌就是斗牛的 我会给他一个披风 等下我摇到 忘记歌词怎么翻 算了 不要带 我跟他讲 我最怕的就是忘记状况 你就平平安安这样 今天做得很好 就原来也有信心了 谢谢 谢谢俊杰老师 好 继续加油 保持着这个信心好不好 谢谢 谢谢 最后一位要出场这个歌手 他在前几个星期的表现 可以说是相当的出色 妥妥的一匹黑马 是的 他的进步是有目共睹 现在一起来欣赏 廖祥辉 带来这首粤语翻译歌曲 《约定》 《约定》 远处的众声挥荡在雨里 我们在屋檐下前收听 幻想教堂里头那场婚礼 是为祝福我两儿举行 一路中秘密 一路中秘密 一路中秘密走到了美景 习惯在彼此眼中造勇气 一路中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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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顾自己 就算某天一个人孤寂 你我约定一阵吵很快要喊停 也说好没有秘密彼此很透明 我会好好地爱你 傻傻爱你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 一路中秘密 一路中秘密走到了美景 你我约定 你我约定难过的往事不须提 也但永远都不让你 让对方担心 要做快乐的自己 照顾自己 就算某天一个人孤寂 你我约定一阵潮很快要喊停 也说好没有秘密彼此很透明 我会好好的爱你 傻傻爱你 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 我会好好的爱你 傻傻爱你 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 谢谢 你看翔辉从第一场 看他的样子撒布隆东这样 今天你看 哇 这裤子还有铁链 好像韩国男团的其中一位成员的那种感觉 谢谢 这首歌约定 为什么在翻译歌曲的环节当中选它 大家都知道 我是一张白子 都没参加过比赛 也没受过训练 然后我就收到许多亲戚朋友 家人 老师 黄金舞台的师兄师姐们的很多鼓励 有些都还不太认识 他们都会发简讯给我 鼓励我 我很感谢他们 我也一直很努力 所以无形中就好像变成了我和大家的一种约定 所以我就决定选唱这首歌 挺有意义的 那看看我们的评判老师觉得你今天演绎如何 我听完你整个演唱 太过平淡了 在你一个副歌的时候 我觉得你需要在拉的时候再给它加重一点点 因为不然整首歌就是没有那个层次感 那另外还有一点呢 就是你有一个动作 突然间好像在那里养了是吗 你的头去 有吗 有一点泪水 有一点泪水 是泪水 哎呀 就让它流下来嘛 对不对 因为有点干扰 这个就是他们没什么经验 他们要懂得有任何事情发生 都当作没发生 对 这个你就要稍微注意一点点 好 老师 这首歌是走心的歌 你要怎么去完成次感的话 你可以看歌词里面有一些字 如果它是伤心的部分 你可以加点那个虚音 气音 去加强好像在叹气的感觉 这样的话才会走心 让听的人会觉得 哦 有感动度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好 谢谢 加油 谢谢 在今天选歌这方面 我个人觉得有一点点的 不太适合你的演唱方式 因为它会把你的一些弱点 给凸显出来 翻译歌其实对他来说 是一个挑战来的 唱法都是比较丰富的翻译歌 所以对祥辉这类型的歌手来说 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找到这首歌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还蛮适合他 这首歌的叙述感也是很强的 然后我就是偏爱这类型的歌曲 所以我本身其实也觉得 这首歌挺适合我的 所以可能过后我会跟婉婷老师 我们再商量一下 就是看哪些地方应该可以进步 祥辉 歌曲里面每次会有 自问自答自编自导自演 不过你的自编自导自演非常好 把你对音乐的自问自答 在这首歌上面没有遗憾那么好 想会今天情绪整个会比较高亢一点点 如果能够在平心的进歌的话 我觉得整个层次就会更加的明显 所以希望你继续加油 好 谢谢老师 六位学员深情演唱首首翻译歌曲 究竟哪一首更能打动评审呢 第一场的资格赛已经 可以说是结束了 那我们来看看六位学员当中 哪一位的分数是最高的 几号 太多人喊了 我都听不清楚到底他们喊几号 我们来看看大屏幕 今天最高分 他就是 恭喜郑京城 86.3分 最高分也就代表说 京城已经稳稳地能够进入我们的半决赛了 恭喜你 掌声恭喜他 那其他同学呢 要等到第二场比赛结束之后 才能知道自己是否能晋级半决赛 唱Manga One Solo 我就想起一种水谷 菠萝蜜 为什么他会像菠萝蜜呢 我不是说他像 我哪里说 你一直在踩刹车 会是很累的一个唱法 失去的去 有时去 有时气 你可以从这里走出气 走后面气 OK